字幕索兰臭 字幕支援 字幕援 字幕杰莎 字幕杰 packing 字幕名字幕 粽著嗎 吃了吃了 我目前是在新印材任職研發課長 那工作內容主要是研發半導體的先進材料 然後有規劃小型的實驗線 以及優化製程等等 同時也擔任專案經理 定期與客戶開會討論 及時更新產品的狀況 那解決突發問題 我到100毫升了 溫度大概設定多少 溫度的話設定四溫就對了 好 目前我的工作環境是在高捷徑度的五層室內 在我們的實驗以及手法上都必須特別的小心 才能夠研發出符合這個半導體規格的產品 21% 又符合你的理論值 有 因為我加進去的配方裡面就是加1%的學位 啊 加1%的學位 今年二月剛從福大化學系碩士畢業 那三月進公司到現在快半年 工作內容主要是做配方相關的一些精實實驗測試 還有儀器的檢測 還有習慣嗎 嗯 還可以啊 這個公司的人都還不錯 對 還不錯 還不錯 大家都對我很好 雖然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但是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邊就是對於新人的友善 還有這邊整體的工作氛圍就是很好 不管是主管還是同事 他們就是很願意幫助你 然後也可以 也很願意聆聽你的想法這樣 然後這樣就開始測試了 對 我們就直接開始 他就自動開始幫你打 那我們今天會測幾筆 大概三筆左右 三筆左右 我們在開發這個半導體等級的先進材料 除了要考慮配方的適用性外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產品的超高規格捷徑度 我們就需要先進行完善 且詳細的規劃以及測試 我覺得這個我們在研發與製程中間 會需要有這個密切的溝通 還有這個團隊的合作 然後才能使這個產品的開發能夠順利的進行 攪拌好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藥品配到 我們的Sample餅裡面 然後再去測試 對 然後到Sample餅上機做測試 上課的時候學習到一些理論 但是實際接觸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自己還是有很多 不足還有不懂的地方 工作的同時學習並且成長 所以我覺得心音才對我來說 就是受益滿多的 我們心音才非常重視同仁的身心健康 我們公司成立至今 午餐都是免費提供 另外我們在加班的部分 也很體恤同仁的辛勞 所以我們也提供了加班午餐費的補助 我們是一間以研發導向的公司 那為了開創很多前瞻性的產品 公司鼓勵有勇氣 還有開創性的年輕同仁 來挑戰領導的職位 這個是目前客戶作為反應的狀況 它這個動是因為氣 那增空度下降會有多少 增空度下降 這個可能要等你們實驗 我們才能去推薦給客戶 就是讓他們去往這個方向去做 工程師的話我覺得需要具備說 他有細心而且要有耐心 需要具備主動思考的能力 然後還有他在開發產品的過程中 他不能害怕有錯誤的情況發現 因為在每一次的錯誤中 你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去做出新的東西 我們在今年有引進Seven的咖啡機 與自動販賣機 大致環境小致個人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同仁們 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租宿津貼 那我們希望可以廣納外縣市的人才 來提供不同縣市的同仁們 有一個每月定額的租金補助 在職場上最重要的就是創新並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建議進到這個領域的人才呢 需要培育獨立思考的能力 能夠在會議中或是小組討論中 積極發表自己的想法 遇到問題時也能夠自主思考 去設計並開發實驗解決問題 才能夠面對任何的挑戰 在主動回饋的部分 我覺得是現在就是 工程師比較欠缺的這一塊 他們會比較害怕跟主管去做一些討論 然後以及就是主動去回饋他現在的進度 所以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應該也要就是比較著重這一塊 去做加強的動作 新一財公司呢 是以面板的化學材料起家 我們在2018年開始呢 我們也更積極的轉型 新一財已經進入了半導體先進製程 以及半導體先進封裝 那我們跨足了這麼多的領域 那就是希望呢 不管是我們公司的同仁 以及為台灣的材料 能夠貢獻一份心力 成為新一財 成就不平凡 一同成為新一財的一份子